我们先下一下 哈喽大家好我是一个小明 今天兄弟几个又来跟潮水卡时间了 今天这个位置非常低 我们这个水坑的话是之前吐过黑毛窝最多的一次 一个黑毛窝就是这个水坑了 然后今天说速度要快一点把它盘掉 开稿了 希望今天黑毛窝窝来了 今天准备了好多螃蟹 教大家怎么分辨螃蟹 你看这个三眼蟹 这个很容易愣 三个眼睛三眼蟹 兰花蟹身上蓝蓝的 你看脚都是蓝的 青蟹 身上是绿色的 平时坑里抓的 哎呦 脚断了 这个梭子蟹 这个身上比较长 这个也很常见 你看身上有点发紫 还有这个红花蟹 身上红红的红花蟹 还有石头蟹跑到哪里去了 石头蟹 大家也认识吧 我们天天抓 然后就是这几种螃蟹呢 它就是生命力比较顽强的 算是青蟹了 它没有水的情况下放两三天都没问题的 然后其他其他螃蟹一散水没过多久就会死掉的 然后就是这个螃蟹这个青蟹的死了之后不能吃 大家千万要记住哈 这个因为它都是吃那个腐蚀的东西 那个它一死它就会臭 从里面臭出来 所以说大家最好这个死了不能吃 然后像这四种螃蟹的话 这四种螃蟹因为它都是在深海外面的 它都是吃活动的东西吧 然后就是它死的如果新鲜的情况下是可以吃的 然后青蟹呢是我们经常抓的 这个价钱呢几乎都要在一百多 它这个从来没有说价格少下低下来了 都是要一两百特别是母的 然后其他的还好 有的时候几十块 有的时候一百多 看季节 也看个头也看有没有肉 然后挑螃蟹的话 如果你看这个身子下面比较白 花纹比较深 它说明这个肉多 如果看上去透明的那种 那就是肉很少的 水跑进来了没办法 冲出去的水跟跑进来的水 比跑进来的比冲出去的更多 要当事吧 全新这边来路路太远了 然后就是收水滴的话 等它拉一步过来 没办法 好了好了 我可以给你啊 收管 收骨 我可以给你啊 看吧 拉了这么远 开船了 花了收水滴 哈哈哈 哇 这个真的是太累了 很多网友都说 为什么每次潮水来不及 多拿几台潮水机 真的没办法 这种地方你看 就陡峭 又坑坑洼洼的 路途又圆 实在没办法 我们都是拿最大比例的来抽了 还是来不及 这个机子起码要八九十斤 还有管子一样重 差不多重 多危险 你看三个人 抬一步抽水滴 来来回回的 浪又大 你看一步小心滑一倒 你看都是很危险的事情 其实我很想去帮忙 但是我又不帮不了 做的东西我又抬不动 只能帮他们 走走菜 拿拿捅 换这个 都是礁石又陡峭这边 反正在海上工作 做什么 或者他们渔民 真的都很辛苦 你看我们视频一段几分钟 台上一分钟 台下十年工 其实也很累的 我只能坐在这边看着他们 这是今天下午 教大家看了这个螃蟹 今天盘坑丝吧 没抓了 我们晚上就煮这个吃了 他们已经在那边吃了 我要快点把它煮掉 我们现在是对半斤 我们这边比较流行对半斤 螃蟹先来 这么大的螃蟹 我刚刚你看 这么大的螃蟹最好吃的 肉比较嫩 然后大的话 那个肉会老一点 我就喜欢吃这么大 已经吃货 又开始了 今天没抓到货 我们就外卖吃了 每天回来的话 都去海上摸摸鱼啊 回来兄弟几个聚在一起 喝喝酒啊 最近牛逼啊 感觉这是最开心的时候 我们这边都是这样的最半斤 然后什么调味都不用换 因为这边是海水的 淋巴也不用换 所以这边有点甜的 就加点料理 跟生姜 一边煮 酥了 香味 出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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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盆蟹来了 看看是这个好吃还是这个好吃 哇 你现在就知道了 我先来一个 哇 这个肉多 吃鸡鸡 会吃啊 捅了植物 好香啊 记你们两个老公摩 挑最味的 捅了植物 捅了 还不给它吗 要不给它吗 要不给它吗 放进去 好 好 我来 我来 帅 我来